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从1895年颁布了断发令之后 与头发造型及息相关的惯理和机理 也随之淡出大众视野了 但是从成年礼在当代依然举行这一事实来看 传统冠礼所蕴含的文化要素和核心价值 在当代似乎依然是有效的 我们说当代的生活 无论如何都是建立在传统历史之上的 当代社会的结构和运行原理 不可能完全脱离历史 传统礼当然也是如此 今天的时间 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从传统冠礼到今天的成年礼 都经历了哪些变化 先来看现代成年礼的变迁过程 自断发令之后 惯理和机理就失去了他们的外在形式意义 除了在两班家门里面苟延残喘之外 其他民间当中已经很难看到其踪影了 加上朝鲜的早婚风俗严重 十岁以后就忙着要举办婚事 这也让冠礼慢慢地被婚礼给吸收 其社会含义进一步弱化 结果就是结婚和成年 这两个概念慢慢统合到了一起 人们觉得结了婚就等于是成年了 另一方面 举办冠礼的费用也是人们不得不考虑的 要想举行冠礼 首先家中要有祠堂 而且要有能力邀请各路来宾 也不会为艳想来宾的费用而发愁 所以普通人家更倾向于选择 直接在婚礼时简单弄一下冠礼即可 到了日本殖民时期 随着礼 随着以礼准则的发布 传统的儒教理智观念遭到了遏制 朝鲜社会的礼仪文化 本身受到冲击 惯礼就更不用说了 20世纪50年代 朝鲜战争爆发后 西方物质主义文化 大肆侵入朝鲜半岛 与传统文化发生冲突 礼仪文化在此陷入了混乱时期 其结果就是 诸子家里受到批判 被指为是虚理虚事的存在 1969年制定的家庭仪礼准则当中 冠礼直接被排除在外 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1969年12月4日 东亚日报上面刊载了一篇名为 成年日提倡的文章 以此为契机 在建国民运动中央会 于1971年举行了成年日庆祝仪式 之后的1973年3月30日 依据各种纪念日等相关规定 政府将4月20日定为成年日 但4月份这个时间 从季节上来说并不合适 而且紧接着的5月份 又是青少年之月 在时间上也显得比较尴尬 所以1975年根据4月28日 大同领令第11515号的规定 重新将每年5月的第三个周一 定为成年日 到了20世纪80年代 开始出现新式的成年仪式 这种仪式以政府为主导 以民间团体为中心 主要通过纪念式的形式来举行 另外在成军馆青年儒道会的筹办下 第一次重现了传统的惯例 借此机会 以冠礼形式为中心 以学生为对象的成年礼仪式 开始出现 一些学者认为 成年礼 这一表述最早是在1986年 韩国典礼研究院发行的 月刊实践礼节当中提出来的 在此之后 这一表述 在礼仪生活实践运动的帮助下 逐渐流行开来 实现了意义的泛化 变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般用语 泛化后的成年礼表述当中 也将冠礼、积礼一并统合了进来 随着西方文化的渗入及其影响 韩国传统文化色彩相对褪色 而在西式教育体系当中 对于韩国传统礼仪文化的教育 几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不仅如此 以冠婚丧纪四礼为例来看 现实情况是 学校和相关团体 以宗教为理由 选择不严格遵循其礼仪制度 而是采用简化的形式来举行 下面我们再来看 现代成年礼的发展情况 1999年8月31日 冠礼在健全家庭仪礼准则当中 被更名为了成年礼 每年5月的第三周 被定为成年周 届时会以满19岁的青年为对象 开展成年礼活动 这样的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随着地方自治的发展 越来越多样的活动被开发出来 除了政府主导的成年礼之外 像乡校、军队、职场等许多其他地方或领域 都成为了成年者的聚集处 成年礼的场所在不断扩大 从现代成年礼的基本流程来看 传统冠礼当中的家礼与自贯者礼被省略掉了 这是因为传统的纱帽和冠礼服 和冠礼服饰在现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另外 现代人一般只使用名字 而不用字 除此之外 现代成年礼加入了符合潮流的成年宣誓 和成年宣言环节 不过在其纪念会的形式当中 还是有努力要和传统冠礼实现对接 将传统冠礼 将传统冠礼移成纳入 现代成年礼仪式的意图存在 现代成年礼的大部分流程 都是根据1997年文化体育部颁布的标准成年礼程序 和1999年制定的健全家庭礼仪准则当中的规定来的 标准成年礼程序当中 大部分是遵循传统冠礼的流程的 其中要求成年者要穿上韩服 男子头戴冠金 女子要戴帽子和发簪 家里和交礼的流程也包括在内 然后由来宾中的德高望重的长者来发表成年宣言 宣布成年者们迈入了成人行列 另外 来宾作为长者 还会教导新的成年者们 要如何做好心理准备 并指导他们人生经验 这个过程叫做垂训礼 不难发现 这与中国基礼当中的聆训环节是一样的 健全家庭礼仪准则当中的仪式流程 更贴近现代 以纪念会的形式来展开庆典 中间删掉了传统冠礼中的家里环节 取而代之的是成年宣誓环节 在成年宣誓环节中 宣誓人就愿意履行所有作为成人的义务 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决心 宾客的垂训礼也由主礼人的教导来代替 根据准则第六条第二项规定 成年礼分为个别成年礼和集体成年礼 仪式的顺序 成年宣誓和成年宣言等部分 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个别成年礼 和集体成年礼的对比 从对比当中可以看出 二者都具备仪式的流程 仪式的整个流程规范 成年宣誓 成年宣言和主礼人的教导部分 都有包括进来 不一样的是 个人成年礼当中保留了 传统冠礼的教礼环节 集体成年礼当中则删去了这一环节 集体成年礼当中 集体成年礼当中有更多的现场来宾 因此有一些来宾的互动 个人成年礼当中则看不到这些 不过在实际的操办过程当中 现场更多的举行方式 是在现代的成年礼当中 揉揉杂传统冠礼的流程 形成一套开场前活动 仪式开场 仪式后活动为整体流程的 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式成年礼 具体流程 大家可以看画面里的导图 我们可以看到在开场前活动当中 包含了成年礼举行宣言 国民礼仪 恶词等环节 这都是现代的集体成年礼的流程 等到仪式正式开场 主礼人入场后 惯者和机者开始入场 随后进行的是家礼 教礼和自惯者礼 之后才是成年宣言 仪式结束后 则安排了表演环节 可以看出 现代的成年礼 在顺应时代变化的同时 也努力地保留下传统礼仪的部分 这一尝试本身还是值得肯定的 健全家庭礼仪准则中 规定的个人成年礼 包含了传统冠礼中的哪个环节 教礼 本次课程的关键词如下 成年礼 断发令 健全家庭礼仪准则 希望大家通过本节课的关键词 来巩固一下本节课所学的内容 感谢观看